大家好 该视频给大家演示如何使用macros退货管理系统 首先 如果你还没有我们退货管理系统的账号的话 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ttps//my.com 去登记创建您的账号 当您进入这个网站以后 点击Signup a Seller 在这里你可以填写您的姓名 First name 之前 姓在后 比如我们用 Trump email 我们用 Trump email 措施密码 公司名 Trump Inc 这四个红的像是必须提供的 您如果提供公司的website 公司的地址 联系电话 当然也可以 点击Submit 这个信息表示这个账号创建成功 当这个账号创建成功之后 您可以登录我们的产品管理网站 就是https//prod.macros6688.com 记者一定要是https和上面的账号管理网站一样 都是https 我们用我们刚才创建的账号登录进去 第一 Trump 第二 三 密码 OK 然后登录以后 这上面会显示你的公司名称信息 然后您的姓名 当然现在我们默认的语言是中文 登录以后您可以点击管理 第一项是退货 点击退货 因为您现在还没有退货单 这里面只有一项你可以选择 就是新增退货单 点击新增退货单 退货单里有好多项 第一项是退货参考号 就是您需要提供 然后退货运货单 就是check number 您也需要提供 然后订单参考号 然后这个 产品的check number 货品名称 然后退货数量 比如说我们有49个 然后是卖家包装描述 就是您的退货包装有什么描述 然后您如果有比较特殊的退货指令的话 在一个PDO或者是Word Doc文档或者Docx文档 您可以直接选择那个文档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文档 然后您需要提供您退货产品的标签 然后您需要提供您退货产品的标签 挑码 比如说我们的标签是这个 然后退货原因 比如说 Yama去说 保装 不合格 有些帖子 有些产品 贴错 有钱 然后 这里底下是您可以选择预出力 预出力有初级检测和高级检测 还有特级检测 初级检测包括 到货整箱放重 检测 检测包装是否破损 然后检测包装内的产品键数 如果选择高级检测的话 除初级检测之外 还有单件商品重量 单件商品重量 就是我们称一称每一件产品的重量 如果你选择特级检测的话 我们除高级检测之外 我们还会检测里面有多少坏产品 坏产品 然后如果上面没有满足您的要求的话 您可以提供您的特殊的检测指令 比如说打开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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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备 包装 包装 压位 外观 器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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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装 无量 补质 如果您想看更多字幕的话 您还可以让我们提供拍照服务 您可需要提供包装的正面照 左侧照 右侧照 如果额外照片指令可以说 提供GPS 是启动画面 OK 底下是处理策略 就是我们收到您的产品以后 您希望我们怎么去做 应该选择退货重发 退货重发呢 您需要提供重发的亚马性FBI地址 然后收件人地址 比如收件人我写FBI 接到这个城市 比如说 Aurora 州省 Clorado 邮边 国家 电话 电话 这些都是可选项 英国商 我们使用USPS 然后您还可以指定 我们是否需要重叠标签 我们重新发货的 是不是需要重叠标签 可以重新标章 是不是需要核相符 核相符 您需提供核相符限中 是否需要包装加固 包装更换 OK 然后如果是您是选择退货退回的话 也需要这些信息 如果您是选择退货展存的话 您需要提供展存多少天 如果您喜欢选择密码在线销售 就是说把您的产品放到我们的网站上销售 您提供销售代号 易码产品代号 在这儿 然后最后一项是退货销毁 当然就啥也没有就销毁了 然后我们还是选择退货重发 听好自己信息以后 点击提交 OK 一旦提交以后 您已经有了一项就是退货单 退货单 在这里你可以打开 打开这游戏像 比如像刚才没有填的您可以修改 比如我们刚才已经选了一个DUC文件 你看这个文件在这儿 如果您想改变的话 就choosefile 选择其他文件 然后这个参考号 这些您都可以点击修改 运货单 修改 SKU UPC 当时我们一开始没有填 您可以现在给填上 之后可以修改 补充 然后退货数量 然后这个 收到产品 已收到数量 这是我们填的 包装说明 就收到 包装说明也是我们填 您是点不进去的 然后这个是 卖家包装描述 这是刚才填的 您可以修改 OK 这些也都是我们填的 OK 就是当您选择预出 你选择特级选择的话 这底下 这项都是我们去给你们填的 最后 就产品到了以后 我们给你们量重量 数换产品 看包装是否损坏 单件 称一称单件上面重量 然后这是您选择的 退货重发 当然您如果想改的话 您这时候也可以改 你选择 增存 就是存放多少天 你点击存放多少天 如果是您有所修改的话 点击这个进行修改 然后我们收到产品以后 收到您的信息以后 我们会对收到产品进行处理 比如说 我登录出来 我登录了另外一个 Cavin的账号 这里面有些 一个Sample 然后这个人里面呢 就是我给你们看一下Sample 这个呢 就是这个人的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收到以后 我们填一些 就是已收到数量多少 这个包装说明包装就是坏了 然后是 然后这个退货原因 这是他们填的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照片放上去 这个照片呢 然后呢 当然您指定 我们也有可能给您多提供一些照片 为了方便您的 为了提供更多方面 我们会有时会给您提供多一些照片 比如说这里面正面照 我会看左侧照 看右侧照 然后这个是额外的照片 额外的照片就是 当然这只是个三宝了 简直指令 就是 选择特级检测 我们这个里面还没填 然后呢 这个也是 就好像我就是 当时填系订货单的时候 退货单的时候填系的内容 然后 然后这个呢就是 如果是 我方会在 对产品进行估价最后 填系的收费内容 这个呢 这一项子已经收费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有发票 可以看这个发票 然后在这个时间 付货安款 然后我给您看一下 那个是没有收费的 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收费的 还没有收费 如果是没有收费 我们会把 这个付货费用 填系进去 然后您可以看到 您的退货费用 然后您可以看到 发票 如果您还没有付费的话 可以点击付费 付费的话 您可以 填系您的信用卡的地址 城市 社会或者省 油编 当然中国的信用卡和 银行卡都可以用 这个 这个持卡人姓名一定的准确 然后信用卡号码 过期月份 过期年份 验证码 点击付款 然后您就付款成功 一旦我们收到您的付款 我们就开始 对您的产品做最后处理 如果是需要 退货重发的话 我们就把您的产品 发为养本型仓库 如果想 退货退回的话 我们也会把产品 发回到您所指定的地址 如果是您 放到我们仓库存储的话 六日间之内 是免费的 如果您 如果是需要我们 把产品进行销毁的话 我们会帮助你们 把产品进行销毁 好 谢谢